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厉害 洛阳王一博大婚紧他下跪 和唐朝礼仪有关 还差夺牡丹 音乐老师 赵岩 娱乐领域创作者 由王一博 黄轩 宋倩和宋毅等人主演的古装大剧风 启洛阳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这部电视剧从开拍以来就备受关注 现在官宣定档之后更是加快了线上和线下的宣传力度 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官方不仅发布了终极预告 连人物的定装照也曝光 从相关的物料可以看出 这部电视剧不仅非常还原古代的一些礼仪细节 幅画道也很考究 而且做工非常的精致 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发现了 王一博在电视剧中和宋毅两人组成的CP 曝光的物料中有两人大婚的画面 但是谁知道大婚的时候 却只有王一博一人下跪 女方及其他人都站在圆的不动 不得不说这个细节 确实显得出剧组非常的用心 还原了历史 原来在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 由于当时因圣阳衰母仪天下 婴儿女子的地位非常高 于是武则天下领 在行为礼仪上 女子不必行跪拜宿礼 而是拜而不跪 所以才看到了周围的女子站着 就王一博一人跪下的画面 只不过虽然这么考究 但是似乎和历史中的一些细节又有点不同 因为在一些历史的画面中 南方大婚头上要带一朵大牡丹 目前曝光的画面中 王一博头上却缺少一朵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迎合现在的审美呢 现在风起洛阳的热度越来越高 想要观看这部电视剧的人 除了这部电视剧术的题材本来的受众 王一博等人的粉丝也相当的期待 看来这部电视剧未播就先火 到时候网络上的热度是不用担心了 读者朋友们 你们会观看风起洛阳的首播吗 你们为了谁观看这部电视剧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